因为我从小就是身在尹川 就是觉得这里是家 像是自己的根就是在尹川一样 就像走得再远还是想回到尹川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15年毕业以后 选择回来的原因之一 那边有一个大点的木头门 那个是可以开的 它那个门没关 里面放的实验工具 还有记录什么的 那个它锁着呢 其实在刚回来的时候 还是很迷茫也很艰辛的 尤其是去葡萄地里面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大太阳底下晒着 然后去看我们的葡萄长势 包括葡萄这一段时间 它需要做修剪呢 或者是抹牙定制这些工作 今年葡萄你觉得长得怎么样 觉得葡萄结的很好 今年结的好 产量也高啊今年 今年的产量太高了 今年太高了 对的 今年好像也没啥病虫害啊 我看这个葡萄 就是 这串葡萄你看这么大一串 我们的酒庄是08年开始建设的嘛 但是那个时候 酒庄这边就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矿坑 到2015年毕业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了绿油油的一个酒庄了 我父亲他是属于建设者嘛 他把我们的酒庄 从无到有的建设了起来 但是他在经营方面 因为没有太多的经历来去经营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酒庄经营好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Yuan Yuan who studied tourism management had the chance to stay on in Guangzhou but such is her love for this stretch of land that when her father asked her to come back she didn't have to think twice 以前你对这边有没有什么印象 过去就是一个坑 直接在这个坑上面去建了这个壶 那咱们这里的这种修复矿坑 大概这里有六千多亩 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土质 巨大优点是透气 再一个就是我们葡萄 可以齐取这个沙石里面的这种矿物质 整个的就是说地质 构成了我们最终的产业 就是葡萄的产业 你既然已经回来了 有啥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 没有组建起来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亲力亲为的 从我们葡萄种植园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生产线 最后到我们的酒庄的销售 都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参与 了解到它整个的流程 因为大学学的专业是旅游管理 所以到了工作上面 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所学的 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酒庄在我接手之前 已经换了七个总经理了 包括我们酒庄在当时 也是属于刚刚建成的一个酒庄 产品还比较单一 从15年一直到18年的时候 这几年是我们最艰难的时间 我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想着 怎么样能够让酒庄扭亏为盈 让它能够这种可持续地经营下去 过一段时间 Yuan Yuan thought she'd have to give up the tourism management she loves so much but her foray into the world of wine show her that wine and tourism far from being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were natural bedfellows 当时做的第一个事 就是我们谋划了方向 我们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酒庄有一个 很好的天然优势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坑当中建设的 它的地形比较复杂 出来的景观也是比较特殊的 另外呢 我们有2000多亩的葡萄园 还有一大片的生态林 那我们最后选择了做旅游 通过工业旅游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游客来到酒庄 感受到我们从种葡萄 一直到酿葡萄酒 一直到品尝这款葡萄酒的全过程 另外一个呢 是完善我们的一些旅游设施 包括规划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些年 一直在坚持走的路 就是把葡萄酒和旅游融合起来这样子 我们把中国关于葡萄的一些诗词都写到了这里 营造出了一种像汉代打开的 竹简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呢 它最早是在张签出使西域的时候 通过丝绸之路带回了长安城 所以我们中国是在汉代开始就有了葡萄酒 Win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spired by this Yuan Yuan realized that only by combining culture and tourism as well as Chinese culture and wine could they give an added boost to the chateau 是一样的 是这个葡团的葡 桃子的桃 所以我们就是将这种文化和旅游 把它也融合到了一起来发展 在很多的这个点缀上面 都用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元素 包括我们有一个地下酒窖 里面还有很多的科普区 所以我们是希望让游客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 能够处处都感受到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些历史文化 这是咱们的荷兰山吗 是吧 荷兰山 对 这个是个什么呀 这个心是我们后面加上去的一个 对 我们后面做的一个创意 我们在一组葡萄酒的酒标上 我们也用了很多宁夏的地标性的建筑 作为我们酒标的主题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文创产品吧 这样就像剥下了一颗种子 让我们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能够更多地传播出去 因为我们在宣扬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葡萄酒文化 我觉得让世界了解中国 就是从各方各面嘛 我觉得葡萄酒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板块 而且葡萄酒是很国际化的一个饮品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酒庄的葡萄酒 能作为一个文化产品 输出到世界各地去 有趣的